如果你没有抓紋 你就会摔下去 你失手就是飞死即杀 大风吹雷 绳梯不停摇晃 临港人黄教林毫不犹豫 赤手空拳 顺利登船 带领船只入港 在风浪中攀绳梯 上下船 是工作中最拨命危险的一瞬间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浪在南非那附近 遇到那个二三四公尺的浪 我都不晓得 我们这条船会不会断掉 你必须要去克服这种环境 因为你在那边是一个 很孤独的个体 远渡重阳大船入港 满载船员货物 靠港平泊的关键时刻 最稀要舍息港口码头的 临港人 不但挑战体力 因为观察力更要精准到位 观察雷达GPS 紧盯抄袭 季风各项细节变数 每天乘风破浪 与大自然拼搏 确保船舶平安靠港 安全离港的重责大任 黄昭霖大学时期开始兼职水手 一路从基层船员做到女船长 七年前考上饮水人资格 黄昭霖在多数男性的船上闯出一片天 更成为全台第一位女性临港人 突破隐形天花板 进入航海人最高殿堂 社会上百工百业的匠人们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大家持续的加油 让每一艘船都能够安心的靠港 放心去闯荡世界 让台湾每一位认真的人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护国神队友 护国神队友就在你我生活中 文化总会匠人魂迈入五十集 透过镜头记录台湾匠人的敬业精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